這袋垃圾用膠袋裝著 這袋又是用膠袋包好 這個習慣多年來都伴隨著大家 不過遲些有可能要改變玩法了 政府有意在今年實施垃圾徵費 到時市民就要購買指定的垃圾膠袋 才可以丟家居垃圾 垃圾徵費說就說了很多年 說會在今年內落實 但怎樣收費你又知道多少呢 真的不知道 就連膠袋大小 是不是或一收費 丟去哪裡都不清楚 不知道呢 讓我告訴你吧 這袋垃圾用膠袋裝著 這袋又是用膠袋包好 這個習慣多年來都伴隨著大家 不過遲些有可能要改變玩法了 政府有意在今年實施垃圾徵費 到時市民就要購買指定的垃圾膠袋 才可以丟家居垃圾 你們又知道多少呢 知不知道接下來政府收垃圾徵費 知道 知道 知道地 說了很久了 是 好像很久了 未人實行 好像都應該知道的 知道 知道 知道大概是說價錢是多少呢 不太清楚 不知道 大概每個星期統計過 有沒有說丟幾袋垃圾呢 每天一袋 每星期 是的 現在每天扔 每天一袋 即是谷企 是的 每天一袋 那到時真的收垃圾徵費的時候 會不會 控制一下 是 怎樣控制一下呢 就是 放在大袋 放在大袋再扔 控制不要扔太多垃圾了 是 為什麼 收費嘛 你願意給多少錢去扔垃圾呢 10元 10元一個星期 我想不會看多少錢 真的 如果真的要扔就要扔 那就儘量省一點 政府說 其實環保都需要 就是徵費都需要 我覺得是 垃圾徵費實施後 市民要去到指定地方購買指定的垃圾膠袋 膠袋有9種容量 價錢由3毫子到11元不等 有環保團體認為實施垃圾徵費後 或者可以減少垃圾製造問題 你好 Ean 對於接下來政府會實施垃圾徵費 有什麼看法呢 你覺得對環境有什麼影響呢 我覺得現在才實施垃圾徵費 雖然是遲了 不過都終於踏出這一步了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其實香港政府說了垃圾徵費已經16年了 到了今年終於實施了 希望這個經濟有恩 會令到人們對垃圾徵費 提高了一個認識 從而減少製造垃圾和減少垃圾 政府會制定不同的膠袋容量和收費 你又覺得合不合理呢 看回政府建議的尺寸也有很多 如果比其他國家地區是多了 其實我們也會想政府會給予多些相關資料 究竟大家應該選哪個袋子 垃圾徵費是一個減匯的火車頭 是第一步而已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我們看回東亞地區的例子 例如韓國和台灣 就是實施了垃圾徵費之後 它會有一個很明顯的下降 垃圾量 但是到了後來 如果沒有其他減費政策幫助之下 是會看到一個緩緩攀升的狀態 因為始終好像交到徵費一樣 大家會麻木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加緊推出其他減費政策 在雙負雙城之下才可以為香港真正減費 下半年不單有機會實施垃圾徵費 還有機會進行首階段管制即氣塑膠餐具 這一項措施是專門針對餐飲業即氣塑膠餐具 希望可以減少堆田區接收塑膠餐具的數量 首當其衝就是餐飲業 不知道他們又怎樣看呢 Hello 梁主席 你好 你好 那怎樣看政府管制食肆提供即氣的塑膠餐具呢 管制食肆提供即氣的塑膠餐具 以我所知 如果最快都會在年尾實行的 首先第一步就是外賣那些交叉 那些交叉 膠刀 膠筷子那些 就盡量都不會給你用了 還有法寶膠盒那些 對我們的飲食業 譬如外賣那些 如果是立法會通過 應該一年底就會實行的了 那因為現在那些法寶膠盒 我們一般常用 你真的在餐廳買的那些法寶膠盒 大約成本都是為三毛錢 四毛錢而已 那如果它是通過了 要用一種可溶解的物質 成本呢 現在大約我們估計都是一元一個 Hello Gavin 你好 對於接下來政府規管即氣的塑膠餐具 你怎樣看呢 知不知遲呢 其實我是支持的 不過我覺得有很多方面 有很多問題會產生 現在政府都是初步說 有很多條文未清晰 所以都要先留意一下 我知道你取消費都會用塑膠盒 到時真的立法的話 有甚麼可以代替塑膠盒呢 其實我們跟綠色和平合作 推出一個重用盒的計劃 也鼓勵一些客人 他們可能會自己帶杯 或者是借用綠色和平的杯 我們其實都很支撇環保 都鼓勵客人自己帶自己的杯 都會給他們優惠 環保團體就認為 如果想做到源頭減費 應該以餐具重用 借環系統為主軸 大家說重用 就經常都可能覺得 我要自備 就得自備這個選擇 但其實我們看回世界 或者東亞地區 其實不單止得這個選擇 環保和方便不是對立的 現在就越來越多 是企業和政策都推廣了 一個重用餐具的系統 就是說我們買外賣的時候 其實可以直接在店裡 借用一些重用杯 或者重用的餐盒 然後我們用完之後 倒入乾淨 還給店鋪 店鋪就如同旁 吃餐具一樣清洗 就可以給客戶鼓客 要成為綠色城市 並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做到的事 當作需要好的政策 配套以及市民合作 相關的環保政策 即將陸續實施 街市的成果是怎樣 就可以一起觀望一下 清明復活節假期期間 有16間普通科門診提供服務 求診人士最好提早預約 報料不需要預約 我們是6896-0931 我們是6896-0931 開電視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